你又漂亮又贤惠 可这半年多 你变得越来越懒 自己也邋里邋遢 我真的接受不了 是你当初说会对我好 会宠着我 什么事都交给你来做 现在没过多久 你又反过来嫌弃我 做什么事都要有个限度 你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在猫的身上 为什么不能关心一下我 你平时工作那么忙 还一直把我管在家里 我觉得孤独才会仰貌来陪伴我 你说我变了 我觉得是你变心了 道理是我变了还是你变心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傅先生三十岁来自河南 保安公司管理 王女士二十四岁来自山东自由职业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 谈多久恋爱了 快一年了吧 快一年了 谁追的谁啊 是我追的他 你追的他呀 追了多久啊 追了差不多得有三个月左右吧 三个多月呢 怎么认识的就追了呢 就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就感觉看到他长得也不错 然后唱歌也特别好听 然后加上工作呢 也有时间陪我 就想追一下试试看 好 结果就追上了 哎呦 那个时间呢 我也挺落寞的吧 因为事业上有些起伏 突然碰到这么一个 可爱的又体贴的女孩 就觉得挺幸运的 对她感觉也挺不错的 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了 今天谁要来呀 我要过来的 来干嘛呀 因为觉得待我们交往前后吧 他的一些变化太大 让我有些接受不了 说说变化吧 比如说刚开始追我那会儿吧 就特别对我伤心啊 用心啊 会想那番的 帮我做一些东西吃 没事的时候会去我家里 帮我收拾卫生啊 但是这种在一起之后吧 他就变得越来越懒 平常的一些 自理方面的东西 他都不做了 你比如说点外卖 有时候三四天 他都不带收拾的 然后那些过碗瓢盆啊 他用完之后 永远都扔在那个洗碎槽里 永远都是扔在那里 就感觉下次你要用的时候 他才能取出来去 我也不是没收拾啊 一开始啊 不是你跟我说的说 女孩子家的手 不应该用来做家务 你说你会照顾我 这些你来做的嘛 那为什么到现在 用来瞒人 是 我是说过这些话 可是那些简单的事儿 比如说洗衣机里的衣服呢 你怎么解释啊 都泡臭了 你永远都想不想来 去洗一下 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忘掉的 行 看不到的你忘了 那我晒在阳台上的衣服呢 都晒成窗帘了都 我不是想要太阳杀杀军嘛 因为广州天气很阴潮嘛 你也知道广州的天气 时不时下雨 灰尘还那么大 灰尘还能杀军呢 行 你这上面说自由职业是吧 对 自由职业是个啥职业 现在好像说自由职业 就是没职业是吧 嗯 就在自由之中是吧 对 那家里面这些事儿不干干 你干嘛呢 天天 我养猫啊 养了几只啊 五只 啊 五只 您叫了外卖还有五只猫 外卖盒子好几天不扔 那家还进得去吗 姑娘 但我有时候 我也是会收拾的 他说得太夸张了 是有时候你会收拾 但你最气人的是什么 我在上班呢 那天我就是公司特别忙 我还专门给他打电话 我说这边特别忙 没时间陪你 你在家照顾好自己 这电话没撂半个小时 电话就过来了 披头盖脸就一顿骂呢 说有什么不爱他了 不疼他了 家里什么事都不做了 最后才知道 原来是家里 因为我忘记掉电位 然后突然停电了 没有空调 没有电 他就着急了 生气了 对自己去教啊 那我也不会啊 不是你 我没有去做过这种事 之前他不教我 他说都他来做就好了 我在家陪着他就好了 你当时如果问了 不是也好吗 你就披头盖脸 直接就是对我一顿骂 行 然后呢 他喜欢养猫 我们家里还有一只 叫什么品种的猫 我也忘了 不有猫吗 挺贵的 对 一只要两三万的 买完就后悔 天天的就是跟猫过 那你又不在家 我不让他陪着我 那我自己一个人怎么办 我得有多无聊啊 你有了他之后 你必须得兼顾我一点啊 我们家的猫 现在就是我们家主动 我们家猫怎么样了 我们家天气就是这样呗 啥意思啊 就是猫开心了 他就开心 猫不开心了 回来我累了一天了 回到家里 还得听他数落啊 不是有五只吗 主要还是那只猫嘛 因为他觉得那只猫贵 那养猫就像养个孩子一样嘛 我现在不也是在准备 为了以后考虑嘛 为以后考虑啥呀 对于孩子的情绪什么的嘛 啥叫对孩子的情绪 姑娘 没懂 因为很多人都会把猫 当成孩子嘛 我也会啊 就是你把猫当孩子 试养一下是吧 对啊 但我最接受不了的是什么 太夸张了 我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喝的那个水 都是我们订的 十几块钱一桶的桶装水 他给那猫买的水是什么 进口的 二三十一瓶 一小只 那猫的肠和一个人的不一样 人有些吃的东西 猫都是不能吃的 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不是 我又不是没有和你讲过 他生病了怎么办 他那么贵 我当然想好好照顾他了 是你照顾他可以 但是现在有了猫之后 咱们家所有的事 你全安排到猫之后了 那我没有照顾你 猫是你的第一位 那我呢 我就是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 甚至是什么 在家里也就无所谓了 出门在外的 作为一个男的嘛 带一个 以前他身材特别好 特别大方 带出去都有面子 就是现在嘛 特没面子 那天我下班比较晚 然后忘了跟他说了 他就气冲中去走公司接我 在灰尸门口等我 我出来的时候 他气呼呼走到我跟前 朝我头上就是一顿乱拍 让我觉得特别没面子 我呢也不是说拍你 我只是担心你嘛 开会你也没有告诉我 我给你发心你也不回答 电话你也不接 我当然会担心了好吗 担心是你答我的理由吗 那我并不是答你啊 情侣之间有些小动作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那天就是觉得特尴尬 一点就是什么 领导也问我呢 他说小副啊 你那个什么时候 换这么凶个女朋友啊 我当时就特苦笑 也帮他解释说 可能这两天累吧 没有怎么收拾 他就半年左右 把他胖了二三十斤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吧 当初可是你塞着我吃 把我塞成这个样的 那现在你就嫌弃我了是吗 真是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啊 我当时不是为了 你身体好吗 你当时低血糖低血压的 你确定不是因为 你自己自卑吗 说的倒是好题 不是你追的他 他自卑啥呀 不是因为 我曾经跟他说过这些话 就是说想把他养胖啊 塞到我心里出不来那种 就是因为 我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然后就挺不自信的 也跟他说过 我说爱你爱得越深啊 就会觉得越来越怕失去你 就跟他表达过这些心理吧 不就是我比你小 比你年轻 你才自卑的吗 没听过爱他自卑啊 哪自卑啦 现在如果我要找的话 那肯定好找啊 我可以再收回去嘛 当然他要找的话 他这么大年龄 想找一个小的嘛 肯定是不容易嘛 我的天哪 你认为他自卑是吧 自卑吗 是挺不自信的 不自信 那今天来要干啥解决啥呢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 并不是说没有爱了吧 就觉得他前后的变化太大 也希望他有所改变 接到一些毛病啊 接到什么毛病 懒 是一个毛病 还有呢 就是能多关心关心我 你总是说我这一点不好 那一点不好 那你自己呢 他在家里面抽烟抽得特别贫 一天有的时候 两包烟都不够 整个屋里边乌烟瘴气的 养猫人都知道 猫的呼吸系统比较敏感嘛 肯定会生病的呀 我这烟不是也戒了吗 你提对茶干嘛呀 烟戒了 那然后酒呢 你不又染了酒了吗 酒不是因为要戒烟吗 因为戒烟你喝个一瓶两瓶的 这也都是无所谓的事 那你为什么要续酒呢 喝起来没完没了的 那时候不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大 而且戒烟有时候特别想吸烟吗 就觉得喝点 工作压力大真的不是原因 你出去跟朋友喝喝 然后你回家还要再继续喝 我就是我把心情不好 会跟你爸爸牢骚 耍点小脾气而已嘛 你跟我发牢骚也就罢了 那第一次我带你去见我父母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子 一开始吧 我爸妈对他吧 也挺喜 我爸妈对他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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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